哈喽我少年 昨天车不是没水了吗 路过的家我站水龙头比较大 我这个水管接头接不上 所以我在路边找了一个那种 可以给大车加水的地方 然后给我的车加了水 但是我又不想往前开了 我就跟老乡商量说 我把车停在你这一晚上可不可以 后来我就支付了20块钱的这个停车费 就把车停在了这里 然后今天我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 然后我就往前出发了 但是我没有说想要走多远 因为我觉得房车生活嘛 就是要随心一点随性一点 就是想往前走就往前走 不想往前走的时候就歇一歇 没有什么像要一定要计划 说去哪里什么时间去 我觉得那样的话 就失去了这个房车生活的意义 今天是房车旅行生活的第三天 经历了一次没水没电 但我依旧觉得适合眼方很美好 其实没水还好 水其实是好加的 但是好多地方就是水龙头的接口 和我的这个水管接口接不上 所以说加不上水 但是我车上还是有这个饮用水的 就是矿泉水 但没电的话 除了不能用空调以外 我车上其实有一个户外电源 如果不能接试电的情况下 那我就行车重电 就往前走一走 车就给就补电了 就重电了 虽然说相对于在家里面的生活 会比较麻烦一些 但是凡事都有好处有坏处嘛 我们的车就是我们的家 打开车门放眼就是全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院子 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还是不错的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